你看韓國瑜他是高雄的市長 所以高雄市民對他的反應 特別是過去長期以來 不太支持國民黨的 這些年輕族群來說 可以說是韓市長 最在乎的這樣子的一個族群 你看他已經被這個民進黨修理到 雖然是高雄市研考會所發布的 但是他們因為怕被修理 所以趕快把這樣一個民調公司 告知大家 告訴大家 這個也不是什麼青藍的 他還是某種程度是比較青綠的 這樣的一個 還算是有公信力的民調公司 而且他的樣本數 也比過去的106包多了一些 所以這樣的一個數據 完全可以顯示出一個 真正是能夠反映市民的心聲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你可以完完全全看得出來 特別是我非常在乎 對於有關於大陸城市交流 你不要忘了 從韓國瑜回來之後 包括他們現在的市政的質詢當中 你看這些綠營的議員 每天都在那個秀場裡面 作秀的整個主軸的焦點 都不是市政問題 都是什麼問題 都是他跟大陸彼此之間的問題 現在就你可以告訴你 市民是非常關切 你跟大陸的城市交流 他們贊同度是高達7成以上 我想這對於綠營的議員來說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下線 也稍微能夠往上提升一下 不要動不動就是把王世堅 已經做過的送龍袍這件事情 再重新演一遍 我真的覺得要演東西可以 但是要有點創意一點 對別人所講過的 別人做過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來做一個處理 我必須要說你看 市政滿意度超過6成 這的確是不太容易的 因為你看柯P他其實剛看上 台北市長第一任的時候的 百日的時候他也是6、7成 不過就是逐日的就往下來去調 當然韓國瑜我們可以好好來做一個觀察 我只是覺得在面臨 因為特別是國民黨目前在初選 很多相關的單位裡面 都會拿民調來告訴大家 韓國瑜目前來說 他即使你們認為他選總統的呼聲 非常的高 但對不起 他在市政滿意度 到人民的有感度 都不算是6度當初最好的 但是不管6度怎麼去比 我覺得韓國瑜比較在乎 還有我們比較在乎就是 真正高雄市民的一些看法 到底是如何 這個數據就完全可以顯示出來 顯然的 韓國瑜當初上任之前告訴大家 他希望讓整個高雄 有快樂感 有光榮感 這樣的部分在百日來說的話 的確他是達到了這樣的目標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合理 滿公平 然後對韓國瑜有一個非常是 可以說是一個正向的一個回饋 他賣得要死 賣這個賣東西賣得要死 然後被你中央從府高層級 每個人都來打他 連回到高雄是一個最溫暖的家 這些市議員也不給他溫暖 天天拿這些事情來打他 這個數據完全就可以來說法 我覺得如果說這個數據 讓大家覺得 他是一個公信單位所提出來的 對於韓國瑜 未來在選總統這一條路上 大家認為有50%以上的高雄市民 可能覺得韓國瑜去選總統 對於這個高雄市民來說 是他的承諾上是有問題 這樣的一個感覺 是否可以當作是 他已經有一些的績效 在有些績效當中 因為我們給他100天 如果這樣的一個績效 可以變成他一種政績 對於他未來參選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的合理性跟釋切性 是不是某種程度 也可以算是一個解讀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未來 在我們總統初選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民調 來做一些解釋的 我只能說 從剛剛我們談論到 這個所謂巴勒農彰化的 都可以來搞到說 這是一個韓國瑜的影響 真的是扯很遠 但是我們只能問 這年頭不管你愛他的 討厭他的 你不扯韓國瑜 只沒有辦法上得了新聞版面 所以說雖然扯得有一點遠 但是還是要扯一下 因為畢竟扯他 才可以讓大家看到 你要訴求的點到底是什麼 還在想這個會期過了之後 6月要給大家一個答案 首先下禮拜就要開議 他其實想先過這一關 他現在去媽祖遶境 對 我們還在嚴格 問一下媽祖 我們現在還在了解 究竟去媽祖遶境這件事情 除了他不當一個禽獸的選擇之外 對台北市的市政有沒有幫助 我想這是整個新的會期 大家很想要了解的一件事情 韓市長有這個成績單端出來 我覺得除了表面上數字 滿好看的之外 還有另外一層意義 因為他是在非常非常多人的 監督之下 還可以有這樣子的觀感 我所謂的很多很多人 除了應該要監督 他的高雄市議員之外 還有現在大家都知道的 不分區的桃園市議員 王姓議員 當然還包括來自彰化的農民等等 這些本來不應該出現在 監督他的人的行列的 現在全台灣這麼多人都在監督他 甚至中央部會也沒有少了這個工作 現在在這個狀況之下 還可以拿出這樣的成績單 給民眾這樣的感受 我相信就是有拿出成績來 就是硬道理 包括他這個羞辱的長度 然後還有他賣出去的水果量 別的不提就剛剛講的巴勒好了 他現在賣的量 是佔全台的十分之一了 他只是其中的一個 縣市的市長而已 這時候大家就要講 很多事情第一次發生的時候叫悲劇 第二次以後就叫做鬧劇 維翰哥剛剛有說 全台生產芭樂最多的地方 第一就是高雄燕巢 第二就是江華西州 產量提升 農糧署早就應該知道了 因為2017年的4月 就已經發生過一次 短短兩年居然又再來了 請問農委會 這個101招 是不是只能怪給本黨呢 幾個例子來講 全台盛場價格下跌 絕對不會是今天才知道 對不對 還有這個走了威嚴寧之後 北農又換了自己人了 怎麼北農還是不能出來負責呢 還有花了好幾億成立的台農發 是國家代表隊 台農發呢 怎麼到現在 最後還是要叫高雄市長 韓國瑜來負全責 我覺得這裡面最有趣的角色 就是農委會 因為之前這個韓市長 到對岸去賣水果的時候 農委會對他的東西挑三減四 一下說你這是MOU 不是訂單 一下又說 如果沒有我中央的資源 你也賣不出去那麼多東西 好 現在給農委會證明 自己實力的時刻到來了 趕快把自己口袋 可能有的訂單通通拿出來 趕快解一下 現在這個巴拉的困境 我覺得一般的百姓 真的很疲倦或是很厭煩 每次農產品暴增的時候 就是價格暴跌 我們大家要發起 一人吃什麼的活動 這個圈圈可以自己帶入 反正隨著產季 產銷失衡的時候 我們就要不斷的做這件事情 剛剛這個聖儀姐的圖卡 上面有講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陳吉仲下箱的時候 他說如果價格沒拉上來 我下個禮拜來 你把我轟出去沒關係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去年他的前一任主委 林聰賢上廣播節目的時候有講 如果今年2019年 再出現農產失衡的狀況的話 他跟陳吉仲都要去切副 所以陳吉仲現在不斷沒切副 還變成農委會主委了 所以他現在只許了一個 如果價格沒上來就要轟出去 跟去年比起來要切副的事情 好像今年的懲罰還比較輕 所以是不是預告了 產銷失衡的狀況 還會再發生 所以他在這邊下這些口頭的承諾 這個說嘴這些事情 都是沒有意義的 真的有意義的是 趕快想辦法 怎麼把今年已經生產出來的水果 賣出去 還有不要再讓這些水果又暴跌 價格又再這麼賤的價格 然後讓我們看得很傷心